丈夫已经埋了三年 妻子却说她怀孕了 为了验证孩子是不是丈夫的种 他们将尸体挖了出来 本想采集完DNA就把尸体埋回去 但法医在收集基因时 却发现死者是被人害死的 死者的三个姐姐知道后 当即就不乐意了 父亲的遗产200亿 如果证实了女人的孩子是弟弟的 那么他们将会少分50亿 于是三人大闹现场 把弟弟的棺材抢了过来 他们将弟弟带到火葬场准备焚化尸体 可是在打开棺材时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而此时弟弟的尸体 已经被法医带回了检测中心 法医仔细检查后发现 男人后脑勺上有一道15厘米的凹陷 因此法医确定男人肯定是被谋杀的 于是检方当即就把男人的三个姐姐 以及他的女朋友列为了嫌疑员 然而当英硕在单独审问三位姐姐时 他们三个都在相互指认对方 说对方有杀死弟弟的嫌疑 而他们指责的唯一理由都是因为财产 唯独在审问男人的女友崔花子时 他没有提到财产的事情 崔花子说当年他和男友在一起 但是却极力遭到他姐姐们的反对 姐姐们甚至限制两人见面 而他在男友去世后 为了遵守和男友的约定 帮男友传宗接代 他就用男友冷冻的蝌蚪做了人工受精 一番调查下来 检方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就在案情陷入僵局的时候 法医在尸体上检测到了一柄分 一柄分过量将会导致呼吸衰竭而亡 但是男人的死亡证明上却写的是病死 所以法医推测 当时作案的人 极有可能有医院的人帮忙 于是检察官们当即就来到医院 对当年医院使用一柄分的记录 进行了查证 果然在领取记录中 发现一名护士当时领取了大量的一柄分 但是那名护士却没有登记使用人 并且在医院走访时得知 那名护士在男人去世后不久就离开了医院 从那以后就一直处于失踪的状态 于是检方当即就对护士进行了位置追踪 可是第二天 当他们找到护士的家里时 却发现护士已经被人杀死了 并且证明护士也是被人注射了大量的一柄分后 才导致死亡的 这很明显是幕后凶手在杀人灭口 因为凶手当时是戴着手套做的案 在案发现场除了一堆针管 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试检后也只发现了大量的一柄分残留 不过英硕突然想起 他们感到现场时护士的袖口是敞开的 但是戴着手套根本解不开袖口的扭扣 所以英硕觉得扭扣上肯定有凶手的指纹 于是他们当即就对扭扣进行了指纹采集 经过特殊处理后 发现上面果然有断裂的指纹痕迹 经过指纹匹配 凶手竟是男人的女友崔花子 于是英硕当即就把崔花子带回了检察院调查 但是崔花子却只承认自己杀了护士 他并没有承认男友的死和他有关 就在崔花子以为只要他不开口 三年前的事情就永远查不到真相的时候 法医又在男人的尸体上发现了端倪 他们在记录中得知死者身高明明是175 但是尸体却只有一六 并且在利用骨架重现面部时 发现这具尸骨的主人并不是真正的死者 于是英硕当即就拿着两张照片 再次审讯了崔花子 而崔花子看到照片后 也终于坦白了 他承认了杀害男友的事情 他说当年他在杀了男友后 就交往了一个新的男友 并且两人还有了孩子 他们本想利用孩子得到富二代的遗产 但是两人却在期间起了冲突 于是他就杀了新男友 在等了三年尸体腐烂后 他才去把两个人的尸体掉了包 这样检测出来的基因就可以达到一致 那他就能拿到一份巨额遗产 而检方也很快在崔花子的招供下 找到了真正的富二代的尸体 于是很快崔花子就接受了审判 在法庭上 英硕却告诉崔花子一个好消息 他的孩子确实是富二代的 但是不幸的是 因为崔花子有故意杀害富二代的罪责 所以即使孩子能够继承遗产 崔花子也不能作为监护人替孩子继承 最终他还是落得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